他是学校最优秀的老师 却在开学第一天得罪了所有同学 干起来 这钱你拿好 放学以后找个地方 把头发烫直了 明天想着把钱还我 还坐下 前面站着去 随后向他借了一块手帕 一把擦掉女孩的口红 让他滚去墙角站着 然后凭借灵敏的嗅觉 瞬间闻出了抽烟的同学 打出来吧 老师我不抽烟 我说你抽烟了吗 想不站着去 随后转身问向另一名同学 抽烟吗 我真不抽烟 没什么 我先过去 显然这群高中生都不是省油的灯 抽烟喝酒烫头 样样不辣 突然一个学生踹门而入 大摇大摆的向后走去 腰间还别着一把斧头 但老苗教书几十年 什么样的刺头没见过 出去 为什么 喊报告 随后他放下斧头 让洛小乙喊了一节课的报告 就这样 开学第一天 在班里立威的老苗 成功和学生结下梁子 不得不说 老苗的立威还是有效果的 几个刺头学生 已经开始密谋怎么反抗了 毕竟学生们信封 哪里有压迫 哪里就有反抗 切实贯彻毛主席的16字方针 于是在狗头军师眼镜的指挥下 他们将目标锁定在老苗的二把大杠上 他们提前准备好工具 然后趁老苗批改作业 三个孩子开始拆车 再让卷毛主动送上门 去办公室吸引老苗的注意 苗老师好 有事 我犯了一个特别严重的错误 我没交作业 您批评我吧 可没想到老苗极其宽容 声称作业补伤就可以了 不需要批评 随即准备转头向窗外看去 眼看三人还没拆完 情急之下 卷毛大声叫住老苗 苗老师 您听过第一次口 最终在卷毛不畏射死的助攻下 三人成功卸掉了自行车上的挡泥板 下班后 不知情的老苗就这样骑着自行车回家 闻然不知自己被溅了一身泥 第二天体育课时 他拎着拆下的挡泥板 气势汹汹的来到操场 找到了无精国籍的体育老师 告诉他客串到此结束 可以回家了 学习差就被当做坏孩子 老苗戴着有色眼镜 认定这事就是骆小义干的 于是不由分说 将怒火全都发泄在他身上 虽然小义斩钉截铁的否认 但老苗根本不相信他说的话 直到班长出面证明 他昨天一直在帮小义补功课 老苗这才相信 因为在他的心里 品学兼优的好孩子是不会说谎的 我愿意相信安静同学的话 因为我愿意相信每一个品学兼优的好孩子 这样的区别对待瞬间让所有同学不满 这天老苗放学回家就看到小义在院子陪女儿荡秋千 他以为骆小义是来报复的 吓得急忙扔掉车 拿着扫把乱回 其实骆小义只是成绩差 并不代表他十恶不赦 他的梦想就是当一名军人 可当兵就要先入团 然而到了入团那天 名单上却没有骆小义的名字 原来他的申请书是狗头军师帮写的 可军师竟然完全照抄武侠小说 这封极具武侠特色的申请书 让同班同学哄堂大笑 小义非但入团失败 还被同学嘲笑 从这之后 骆小义认定老苗是在针对自己 于是结合众人展开报复 把老苗的二八大杠刮漆放在升级台展览 老苗看到后脸上写满了无奈 日子在老苗和学生们斗志斗勇间悄悄流逝 这天老苗接到派出所小舅子的电话 说有个他们班的孩子摆地摊的时候 和别人打架抢地盘被抓 他急忙去警局保释出刘浩 并带他吃了碗面 明明是上学的年纪 为什么一心想着赚钱 缺这点钱活不了了是吧 可刘浩听完没有反驳 反而笑着指了指脑袋 听到这个消息 老苗瞬间破房了 看着眼前这个乐观的孩子 他一时雨色 不知道该说什么 于是让老板夹了一碗面后默默离开 随后找到小舅子 让他把扣押的东西还给孩子 此日老苗向全班说明了刘浩的情况 并希望大家根据自身情况着请募捐 卷毛二人得知后 直接来到小卖部 把刚买的录音机卖了 到了募捐这天 他们毫不犹豫地卷出 然后潇洒地大步回到了座位 这是成绩差的学生 少有的高光时刻 班上顿时掌声一片 可没有人知道 那个收音机是兄弟俩辛苦半个月打零工赚来的 同学生病时 还是毅然决然地将其卖掉 而老苗也捐了自己一个月的工资 这一刻老苗似乎也开始发现 学生成绩差 似乎和人品没有直接地决定关系 老师闯进混混聚餐的饭店 面对老大也丝毫不怂 还呵斥洛小蚁就是个逃兵 小蚁咬牙切齿 拎起酒瓶就冲了过来 但老苗非但没怕 反而一脸坚定 男孩怒吼一声 举起酒瓶砸在自己头上 鲜血不停地往下流 事情源于第二次团员入选 小蚁马上就要成功如愿 却被一直暗恋她的关婷婷反对 原来关婷婷周末看到安静 帮小蚁补习功课 心生促意 于是拍下照片诬陷 就这样 骆小蚁看着入团一拖再拖 她当兵的梦想也逐渐消散 于是她不再学习 开始每天跟着混混打架 可老苗不愿放弃她 坚持每天寻找 最终在饭店发现了她 老苗叫她回去 可小蚁不愿听话 转身扭头就走 就在这时 她喜欢的女孩安静 给她送来了书包 我给你洗干净了 安静的出现 犹如黑暗中的光明 终于把堕落的骆小蚁 从深渊中拉回 而关婷婷也意识到了自己的错误 当着全班的面到了前 经此一事后 小蚁觉得对不住老苗 于是将她的二八大杠 重新上棋 挂在了棋杆上 让全校师生 目睹着老苗的光彩荣耀 经过两年的明争暗斗 老苗和学生们的战斗就此结束 大家和谐相处 并准备冲刺接下来的高考 这天 同学们正在复习 门卫通知小蚁 说她爷爷不慎摔到住院 老苗连忙骑着自行车 带小蚁赶去 可谁知一切安顿好后 自行车却被偷了 同学们知道老苗看中自行车 自发的集体寻找 可当他们好不容易找到自行车 把他交到老苗面前时 换来的却是老苗的勃然大弄 虎道 为了这么一辆破自行车 你们就忍心浪费 这么大好的宝贵时间吗 你们是毕业班 你们现在应该在玩命的冲刺 你们以为你们这样做 我会很欣慰吗 错 我很痛心 愧羞 自行车没了 我可以花钱去买 时间呢 拿什么买 别再折腾了 再这么折腾下去 你们这一辈子都不会有人看得起 虽然嘴上这么说 但老苗的心里其实是很开心的 晚上回家的时候 他发现安静正在给同学们补课 安静是他最看好的学生 不希望他在这上面浪费时间 随即气愤地将他赶回了家 等老苗要离开的时候 又不忍心抛弃身后的学生 于是把他们都带回了家 无偿给学生们辅导 然而老苗免费补课的行为 触动了其他老师的利益 因此他被举报了 学校直接让老苗停职 由其他老师代理上课 老苗安静地坐在教室里 无力地擦拭眼泪 在临近高考的最后关头 自己却无法陪伴他们走下去 安静不甘心老师就这样猛冤 他找老苗借来自行车 找上级部门为老师讨公道 在得到想要的答复后 他满心欢喜 然后将编制的蝴蝶挂在钥匙上 可在回程途中不幸降临了 安静出了车祸 当大家来到医院时 只见老苗拿着染了鲜血的蝴蝶 待坐在门外 在这之后 较为感谢老苗的突出贡献 破格奖励他一套房 可一向看重荣誉的老苗 这次却头也不回地走了 在高考的前夕 老苗回到了教室 看了眼安静的位置 他心里五味杂陈 忍着悲痛给孩子们上了最后一课 到了拍毕业照这天 老苗悄无声息地离开了 只留下了一段话 人生就是一次次幸福的相聚 夹杂着一次次伤感的别离 我不是在最好的时光遇见了你们 而是因为遇见了你们 我才有了这段最好的时光